各位观众,愿主耶稣赐给你平安 我非常欢迎你来收看这个范大林会客室直播的节目 在没有正式开始以前 我要向所有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件事情 我每天为观赏这个直播节目的人祝福祷告 我认得这位赐福的源头就是主耶稣 我求神,我的主耶稣 我每天为各位祷告 求主赐福各位的身体健康 各位的婚姻美满 各位的学业进步 各位的事业成功 各位的家庭幸福 赐出入平安 所以如果您经常看我的节目 您会慢慢发现 察觉 你的家中 你的婚姻中 你的事业中 有上帝的赐福 今天晚上我很高兴 来访问一位黄伟奇 黄小姐 等一下我介绍他会介绍他自己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特别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韦琪欢迎你 跟观众朋友说几句问候的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韦琪 但是我在表演上的名字 是韦琪中听见希望的韦琪 韦琪 这是你的艺名 算是 对吧 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让观众朋友能更多的了解你 我是一个同时做音乐创作跟设计 长话的工作者 但是我同时也身兼一个病人 就是我身体有很多状况 所以他在我的人生当中 就是占了很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人家介绍 说我是个鞋缸青年 我做音乐 做设计 然后我也在我的人生之中冒险 这个你也可以跟所有的病人朋友说 你是病友 你是病人的朋友 病友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身体的状况 你发现了你罹患了哪一些的疾病 我好像听说 你有所谓的小耳症 什么叫小耳症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其实就是我今天生 我就少了一只耳朵 所以我这只耳朵是小小的一个 它也没有里面的听觉系统 那我也少了一些脸谷 就是所谓小脸症 所以我是天生 就是人家说 残障的时候 我就认定说 我不是个正妹 但是我看你是正妹 OK 那小耳症的症状是什么 它让你听不清楚 还是怎么样 其实每个小耳症 它会有的状况不一样 我的话比较像是说 因为我妈妈她是在怀孕的时候 有德国麻症 所以它比较像是那个发育耳朵的期间 有出了一些问题 那同时间还有包括说其他像骨骼心脏 也是在那个时候发育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连带影响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至少在目前 你在听觉上有一些障碍是吗 我家说小时候是这只耳朵 本来就几乎听不到 那时候另外一只耳朵是好的 那我大概到国中以后才开始 它就慢慢的越来越不好 你说你左边这个原来正常的耳朵 也慢慢功能退化了 所以简单说你有一点听觉上的障碍 除了这个小耳症以外 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可能跟妈妈怀孕的时候 她得过德国麻疹 也可能有关系 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我都没听过 我只听过退化性关节炎 它就跟退化性关节炎相反 它不会退化 可是它会就一直重复的出现 那么会疼痛吗 会 会疼痛 让你不舒服 那还有其他吗 除了关节 关节退化 那么除了小耳症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就光是关节或身体上 其实就很多像 病骨软骨软化症 它就是我膝盖跟 这边的那种 软骨 对 就是等于是我前身的那些结地组织 就是那种骨头跟骨头之间 它们的缓冲 其实没有的 或它不会去生长 所以像我可能人家 敲到并不会觉得怎样 可是我就会开始受伤 然后发炎 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发炎 痊愈也不容易痊愈 它甚至说像我的膝盖的那种半月板 它其实自己就有一些 它就比较 没有办法支撑 所以它就是常常会自己罢工 那也是很疼痛吗 会很痛 OK 那还有你的视力怎么样呢 视力的话是因为 原本是前几年 那个时候我听力不太好的时候 我们住院 然后做很多的肋骨唇 就是因为为了就是听力跟全身的关节关心 那肋骨唇好像会影响到变成说有类似假性情光眼 嗯 然后我后来是有出现那种像怕光 或是会 聚光 对 然后像晚上看不太清楚的 连夜盲症的一种 嗯 嗯 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这几个月 呃 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出现的一种 类似白内障的症状 嗯 可以还是在 再慢慢的去探讨 因为像我有那个冷预球蛋白血症 嗯 它是一种 当环境有一点的变化 它会有那种血蛋白会沉吸在我的 血液跟全身 然后它也会造成说像我的关节不灵活 或者肌肉不太会有点僵硬 所以说句比较完整的话 你简直是一生的病 嗯 很多的病 对吧 嗯 因为你刚才讲到肋骨唇 我曾经两次 大量用了肋骨唇 第一次在2006年 我得了一种病 可能你没有听过 叫红皮症 它跟红斑性狼仓很像 我的免疫试用出了问题 那时候医生用 给我吃来不及 用注射 第二次在2012年 我得了急性肾衰竭 我的肾脏功能不能够制造尿 变成尿毒 我不得不洗肾 那时候医生为了救我的命 也用了大量的肋骨唇 肋骨唇一定会有副作用 它会让你骨质疏松 它会造成很多 好 听了你的遭遇 我真的觉得很同情 也很心疼 那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身体 小时候就发现吗 因为耳朵是生下来就 对耳朵是生下来就看得出来 可是像听力其实 他也是在 因为我小时候还是 靠着另外一只耳朵 所以反应也算灵敏 只是说人家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孩子比较乖 或者比较呆 比较安静 不是那么活泼 那后来其他的病是陆续发现了吗 对 而且其实他在诊断上来说 其实很难处理 就是有时候光是说膝盖痛 医生会觉得可能是生长痛 或者可能是我以前 那个练跑步啊 或者练前拳道 弹拳道什么种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可能是受运动伤害 所以就是一直到很大以后 他才能够去真正的发现说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 再叫我去封湿免疫科检查 所以其实也是拖了吗 所以整个在治疗的过程 让医生不容易发现 你真正的病因 对不对 所以治疗就拖得比较久 所以你的情况 就比较不容易痊愈 而且它其实累积到 我后来到大学 大医的时候 我就生病休学 因为在那之前 我不知道怎么照顾 自己的关节 所以我其实是有点过度使用它之后 到那个期间 它就整个中了起来 也没有人告诉你要怎么样保护你的关节 对吧 也没有人告诉你怎么样保护你的身体 所以你的健康情况就越来越不好 是吧 好 那我想请问 像一个你这样遭遇的人 基本上 很痛苦 心里很不舒服 可能怨天 可能游人 可能觉得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 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所知道 你刚才跟我聊天说 你的母亲是基督徒吗 还是父亲 你的父亲或者母亲 母亲是基督徒 我妈基督徒 我爸爸是活教的 是 那么母亲什么时候带你到教会去的呢 就是从小就有点 就是去教会变成就是一种 一个习惯 就是生活中除了其他事情外 离拜天就去 而且平常也有很多活动 我的朋友也都是在教会 平常下课也是在教会做功课 然后大家会去那边讨论种花 或是带狗狗狗一起去散步 都是在那边 那么真正这个基督的信仰 在你身上产生果效 让你感觉这位耶稣是真的是活的 大概什么时候呢 虽然我小时候常常去教会 其实那边对我来说比较像是 我觉得有点像是社交场 没错 因为你的好朋友在那里 你家人在那里 我一直都觉得会去那边吃点心的那种地方 然后在那边充满的爱也没有错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那个理所当然 对 可是到长大之后 因为我就是在我们家里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其实 我后来只有我们 我们家只有我有工作 就是我发现我要负责去养家的时候 就变成说我开始把我的人生重心 就放在 放在工作啊 对就一直想着怎么样去 我那时候是11岁 我想着我要怎么赚钱 几岁 我11岁 哎呦 11岁就开始要养家 是 哇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开始做的是 做那种资源回收的工作 资源回收 我那时候时间每天在那边捡垃圾 所以当那时候我其实有点脱离 那个教会的生活 生活 因为我很大的重心花在那里 可是剩下的时间我不够拿来学习 你也不够拿来去照顾自己的身体的部份 对对对 对 那后来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 让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生活中给你力量呢 对反而是在我就是在我大学生病休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很糟 基本上我 因为关节整个都肿 然后我又变得非常胖 打那个肋骨唇 肋骨唇对 因为我整个就是不能动的状态 然后我那时候听力是最糟 就是到了一个 我以为我自己可能永远都听不到 因为那时候一直反复的突发心耳聋 所以我觉得我跟事件是完全隔绝了 我觉得我休学 我不能跟正常人一样 可是那时候 我唯一的出路是除了医院以外 我想要参与一个跟世界有所牵连的地方 我跑去教会 就是反而是在那个时候 我才去真的去觉得说 我会需要这个地方 而且我会需要的是有一个陪伴 那就是神的爱给我 所以那是在你大学的时候吗 对 所以你又回到了教会 在教会里面接触到的耶稣 是这样吗 是 那你感觉自从接触到耶稣以后 你觉得你的生活生命 有没有什么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比较像是说我的自己的思考上面 因为以前为了要养家 或者是为了让自己从很多 不管是家里的状况 或者是自己生病的状况 去脱离出来 我会一直要求自己要很坚强很自立 甚至说我的我很要求说我要很理性 然后我很崇尚科学 所以其实到了生病的时候我的一切都被打乱了 包括说我本来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到 我可以撑起家庭 然后全部都被打乱的时候 我才觉得我需要的我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我需要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其实很软弱 因为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要假装自己很坚强 你很坚强啊 11岁就开始养家了 而且你又克服这个疾病的一些障碍 是啊你很坚强啊 可是你发现坚强 你的坚强是不够的 行为上坚强其实不够 而且我发现说心理上它其实 我是需要一个更多的东西来填满跟支撑我 尤其是我一直都觉得家里因为一直都很吵闹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家 所以我当时很渴望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勇气的力量 去让我能够包容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就找到了上帝的话 然后上帝的怀抱 因为在上帝里面大家都是在 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感谢主 对 然后这样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感谢主 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凡事写 凡事归给就是都是上帝赐给我们 而不是我们自己去硬要听出来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我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句 一句话就可以让我非常的感动跟安心 因为一切都是在上 就是我一直都很强调说自己要有很多的远见 才能够去安排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就发现说如果这样那为什么不交由一个最有远见的人 一点都没错 因为我非常确信说要有远见才能够看 才能够安排我们的人生 对 为什么我不交给一个真的有远见的人 他已经帮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情 对 刚才你讲到你的病 其实我从一个角度看 你刚才说你有这个小耳症 听力有障碍 其实每个人都有 怎么说呢 我们比较晚发现而已 请问你老人家有没有耳背 耳聋 有啊 我曾经在医院看 那个护士小姐跟那个病人讲话 嘴巴要在他耳朵旁边大声的叫 他才听得见 这也是听障啊 再说 这个软骨退化 关节炎 你猜我有没有关节炎 其实看不出来 我在大学读书 你刚才 在我们对谈以前 你说你是成大 在成大读过 我是成大的 我在成大读书的时候 打篮球 伤了我的乞丐 受伤 几十年以后 三种的医生判定我 退化性关节炎 我比你关节炎晚一些年日而已 再说 这个 你的视力后来有一点障碍 请问你老人家有没有 闪光 老花 白内障 清光眼 黄斑性病变 视网膜脱落 所以 你从圣经看 疾病 每一个人都有 多少的问题 还有 发作的早晚的问题 为什么 医生 没有答案 圣经提供了答案 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先 亚当夏娃 犯罪带来的 后遗症 但是我们感谢上帝 一般的人看医生 生病看医生 医生会不会误诊 错误的诊断 会 医生会不会后来才发现 刚才你讲 医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发现原来你不是运动太多 你的跑步跑得太多了 是因为你的母亲在怀你的时候 德国麻疹造成的一些后遗症 可是我们基督有个好处 我们生病除了找医生 还可以找谁 耶稣 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要透过他的十字架的带死 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疾病 我小的时候 功课很不好 你知道我初中高中读了七年 人家读六年 我读七年 人家 我们班上同学 我是倒数第三名 我们叫放牛班 我高中一年级 就被记两个大过 两个小过 老师通知我的妈妈说 再记一个小过就开除 不是一个这样的学生 自卑 没有眼光 看不到未来 我的中学老师 把我叫到操场说 不用考大学了 你没有希望 我不仅有身体的疾病 我最主要我心灵有疾病 我里面有恨 我里面有恨 我恨我的哥哥姐姐 因为他们比较乖 妈妈喜欢他们 不喜欢我 我嫉妒 我怨天 我尤人 我的父亲 我八岁就没有看到我父亲 别人看到父亲 我看不到父亲 别人功课好 我功课不好 别人品性好 我品性不好 别人关 人际关系 很多的朋友 我只有教那些班上 最后几名的朋友 这叫物以类聚 可是我跟你一样 在我高三 高中三年级的暑假 有朋友带我到教会去 我以前很少接触基督教 我跟你不太一样 你是妈妈是基督徒 从小带你到教堂 你参加团戏 你吃东西 你有些教会的朋友 我没有 一直到高三的那个暑假 我的朋友才带我去了教会 第一天晚上 我就听到一个好消息 我们现在叫福音 这位上帝爱我们 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 为我们死了 又为我们复活了 我们如果打开我们的心 请他住进来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给我们新的生命 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有新的生活 所以从那天到现在 你猜多久了 59年了 我慢慢慢慢感觉 他的爱在我的里面 我以前没有 他的平安在我的里面 以前没有 他的喜乐在我里面 我以前没有 他的智慧在我脑里 我以前只有人的智慧 我现在有了上帝的智慧 我以前只有人的安慰 我现在有了上帝的安慰 我以前只有人的帮助 现在呢 上帝的帮助 所以我就慢慢 慢慢我的生命 就跟以前不一样 上帝医治了我的心里的疾病 我现在每天平安 顺利的时候平安 不顺利的时候呢 也有平安 你知道吗 我在去年的1月10号 医生初步诊断我 得了胰胀癌 你知道胰胀癌是最难治的癌症的一种 我做了超音波 我做了电脑断层 我照样睡 照样吃 照样工作 为什么 生命在谁的手里 上帝 所以他 这位耶稣 在你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我们的病都没有完全好 我现在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可是 他让我活得比以前更好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你一定听过 等一下我希望你唱一首歌 给我们听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叫明天会更好 1985年 60个台湾的歌手 明天会更好 这个耶稣的信仰 会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黑白可以变成彩色 冷漠可以变成热情 胆怯可以变成勇气 这是福音的好处 好 你现在休学了 没有办法读书了 11岁就开始养家 像你身上有这么多的疾病 你现在有工作吗 你现在做什么 现在就是做音乐工作跟设计 做哪一些音乐工作 演唱 有演唱 然后像最近的话是 有人出自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我的创作专辑 专辑 对 算是一个实验性的音乐的一种专辑 OK 那还有什么呢 有没有文字的东西创作呢 文字上 我以前有在 我从大学之后有在做一些那种 创意领域的学术论文的翻译 论文的翻译 最近比较没有 因为眼睛不太好 然后就想说 专注到设计上面 那么还有画画有吗 有没有设计 也画一些作品 OK 现在愿不愿意唱一首歌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 要不先介绍这个歌的歌名跟歌词 然后你再唱给我们听 其实我做了很多首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些歌曲 他们本身就是 让人家以为说它是情歌 可是其实它是做给神的 然后其实我就是 有点像是在仿效这样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也就像爱人一样 因为你知道 在以福手书第五章 说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因为我们跟神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父亲跟儿子 牧人跟羊 头跟身体 其中一个最好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丈夫跟妻子 圣经用丈夫跟妻子 来描述我们跟上帝 跟耶稣那种亲密的关系 你知道 人际关系里父母兄弟朋友 师生 长官部署 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 夫妇 所以圣经有用第五章 我们是他属灵的配偶 所以情歌可以唱给爱人听 也可以唱给上帝听 要不要唱一首给我们听 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首歌 我唱我自己做的 当然 当然 我就希望你唱你自己做的 这歌名叫什么 因为他的曲风的关系 所以我把它写成英文歌 他比较合那个调 英文叫什么 就是The Voice 它有很多种讲法 就是一方面是可以说 我们去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 因为当时我听不到 所以我去寻找我内心的 还存留在记忆中 还存留在我的 自己创作里面的那种声音 那另一方面就是 我在对别人的时候 我去寻找着别人 真正要跟我讲什么 那我面对世界的时候 我去寻找着这个世界 我要怎么样去听这个世界说话 那另一方面就是 我要寻找着 最重要的就是 寻找着神在对我说 上帝的声音 对啊 对真的 的确是我那个时候在 开始重新回到教会生活的时候 我一直需要去寻找的 OK 因为我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脑子 太理性 就是自以为很理性 所以我就排斥说那种 我觉得不科学 或者是我觉得 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女孩子 对 你不是一个充满感性的女孩子 是的 人家都说我很木头 OK 这个歌叫The Voice OK 能不能大概把这个歌词 内容稍微介绍一下 他就说 哎呦 不好意思 没关系 Hear the voices for your heart 就是听自己心中的声音 Hear the voices for your love 听你爱的声音 Hear the voices singing so you never drift too far 就是听那个可能是天使 可能是神在呼喊 在唱歌 你听了那个声音的引导 所以你就不会去 不会因为这样而漂流的 对 不会迷失 OK 好 就只能清唱了 当然 可以 可以 听你的声音 可以 听你的声音 Reminding me the sounds of where I belong Hear the voices for your heart Hear the voices for your love Hear the voices singing so you never drift too far Hear the voices for your heart Hear the voices for your love Hear the voices calling that will lead you Adore the dark 最妙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那首歌给我一些灵感 爱的声音 自己的声音 外面的声音 我们基督徒有个最可贵的是什么 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 所以这位上帝 这位耶稣在我们心里是活的 加勒害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位耶稣常对我说话 我灰心的时候 祂说安慰的话 我做错的时候 祂说责备的话 我需要祂引导的时候 祂会告诉我说 这是正路 你当行在其间 所以感谢上帝 从人看 你身上有很多的残缺 可是你残而不费 透过信仰 透过你自己的努力 你今天在社会上 在家里 你是一个有用的人 你对国家 你对社会 你对你的家人 我 据我所知道 对不对 你现在还在支持你家庭的经济 是吧 感谢上帝 天生我财必有用 人可以 一定会有残缺 程度的问题 种类的问题 人迟早会衰老 可是我们里面的神 越来越更新 圣经告诉我们 每早晨都是新的 所以今天很高兴看到你 听你的见证 让我对我的神 充满了盼望 因为生病不是原来祂的目的 人原来 我们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 没有疾病 没有眼泪 没有死亡 没有疼痛 没有天灾 没有人祸 人本来就是长生不老 人本来就是永远快乐 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 我们都从亚当夏娃带来了犯罪的DNA 犯罪的基因 所以我2006年得了红皮症 医生说这个病没有办法治 只能用肋骨唇 你刚才讲肋骨唇控制 可是我跟医生说 你不能治 耶稣可以 半年以后我就好了 用了打肋骨唇 吃都来不及 它是吃吃吃 然后慢慢减量 它不能一下减量喔 从12颗变10颗 从每天10颗变8颗 8颗变4颗 4颗变2颗 2颗变1颗 1颗变半颗 慢慢减量 否则会反扑 2012年我又得一个病叫肾衰竭 我的肾脏 医生判断 我要一辈子牺牲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只是喝了一罐羊桃汁 羊桃 star fruit 羊桃汁里面有神经毒素 有一个因你上google star fruit kills 会致命 我喝了 医生说一辈子牺牲 我跟医生说你不能治 还有耶稣 我2月13号 2012年2月13号住院 3月3号出院 到现在完全正常 上帝的意志 他有他的安排 他有他的安排 我今年已经78岁 我2002年的2月我就退休了 你猜我现在很闲 无所事事还是很忙 我非常忙 我发现上帝还可以用我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对我周遭的有帮助 我可以为别人祷告 我可以把我的见证 像今天晚上一样 我们的见证 分享跟所有的朋友 告诉他们明天会更好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有耶稣 即使我们的童年不快乐 你家庭发生一些变故 我从我今天晚上以前 从来不知道 你11岁就开始要 支持家里的生计 可是我今天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你的脸上有任何的悲惨的表情 我一直都很快乐 因为我们抓住了快乐的源头 那个跟环境没有关系 很多观众朋友 他们的遭遇不一定都顺利 也可能生过一些病 可是如果有了耶稣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不一样 这是我主持这个范大林会客室最主要的目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你看 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今天你吃了一个很好的餐 你会不会介绍朋友去吃 你今天到百货客室看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你会不会介绍你的朋友去买 你今天到一个风景区 哇这个风景好漂亮 你会不会介绍别人去看 我为什么到了七十八岁 早就可以喊一弄孙了 我还到处跑 我这个礼拜六我要到台南 下礼拜二我刚才跟你说了 我要到左营 干嘛 分享这位耶稣 这位上帝的儿子 人生最好的导演 你请他到你的心 请每天向他祷告 读他的话就像你说的 读圣经 那么我们有了好的导演 演的长可以得奖 演的短呢 也可以得奖 演主角可以得奖 演配角呢 也可以得奖 演喜剧可以得奖 演悲剧呢 也可以得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两个人 一个叫刘霞 刘备的刘 霞女的霞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伊甸残障基金会 知道 他是创办人 他从小得了个病 有没有听过 内风湿性关节炎 他的手指头 扭曲的 不能伸 他写字要这样这样抓住笔 他告诉我 他的疼痛 一天二十四小时 这人看是废物 他信了 他信耶稣 他求耶稣给他够用的恩典 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 可是上帝在他里面 给他平安 给他喜乐 他创办了伊甸残障基金会 帮助了不知道多少位 身体有残障的朋友 心灵有残障的朋友 身体残障的人不多 可是请问你 心理残障的人多不多 多 我从小就是贪心 仇恨 嫉妒 偷我妈妈的钱 我小 我幼稚园就偷我妈妈的口红 送给我幼稚园女同学 上幼稚园啊 我喜欢一个女生啊 我就把我妈妈的口红 偷了给她 她那么小会用吗 她会不会用我不知道 我就喜欢她 可是现在上帝完全的改变我 身体的疾病还好医治 心灵的病 心灵的病 不好意思 但是上帝 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 我今天很佩服你 你活得这么坚强 我的坚强率 从上帝来的 真的 不是自己 我也一样 我今天能够对国家 对社会 我一年还有非常多场的演讲 到各处去分享 我为病人祷告 人家里有了什么需要安慰的 我去安慰 我以前只爱自己 现在有了上帝的爱 我懂得去爱别人 这种生活快不快乐 超级快乐 非常开心跟你来分享这样一个 你的信仰 你的生病 你的整个的过程 我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 理解像你这样一个人 在人看 真倒霉 别人没有小儿子 你有 别人妈妈怀孕的时候 没有得过麻疹 你有 你的骨骼跟骨骼中间 那个软骨 别人有 你没有 你有关节发炎 可是 你有耶稣 如果别人没有的话 别人就活不出 你我有的喜乐 有的平安 有的热情 有的勇气 有的盼望 有的盼望 你刚才就跟我说 你是个很有眼光的人 你早就想看 规划人生 我认为人要有眼光才能去规划 那我告诉你 俗语有一句话你知道吗 人算不如什么 天算 最好的眼光是谁 上帝 让他做我们的导演 各位观众朋友 每一个人可以获得精彩 每一个人都可以 你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创造的歌曲 要不要再唱一首给我们 他算是鼓励我自己 可是也可以鼓励所有人 是英文的歌吗 还是中文的 这个是中文的 OK 介绍一下歌 傻傻的去爱 傻傻的等待 不用去想值不值得 应该不应该 嗯 就是 对我来说 我接触所有的事 不管是我回到神的怀抱 但对我来说 也是等于是 把我以前的理性都抛掉 那我是重新在 抛弃我原本的那些想法 不要再去一直批判别人 不要一直批判自己的 接触的东西 而是 好好的去接受 跟 拥抱那些 一直留给我的那些恩典 对 所以 然后我就接受说 像我能够去做音乐的工作 明明那个跟我 其实本来是很相冲的事情 嗯 所以我就鼓励自己说 傻傻的去爱 然后去看看他 开出什么样的果实 对 嗯 再唱的时候 给我观众朋友好吗 这首歌叫做傻傻爱 傻傻爱 傻傻爱 OK 谢谢 爱 笑傻的呀 满出来 眼睛也迫不及待 将拥抱一顿 在太阳大山 我 我 用过蓝色的花海 开着A door的L shine 在风中灿烂 在雨点勇敢 使用 雖然 叶尖头出门 不及时温暖 但是呀 本來 天氣就又好又壞 傻傻去愛 傻傻等待 我去想知不知道該不該 像冷天白 冷漸漸淡 這美得很精彩 傻傻去愛 傻傻等待 不再不蹉跎 也再不再 每一天有心灌溉 心上沒擦開 謝謝 太好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愛的源頭從哪裡來 上帝 我們如果跟祂連在一起 祂的愛就會源源不絕地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就去愛嗎 聖經說 施比獸更為有福 當我們去愛別人的時候 請問你 別人會不會愛我們 一定會 那我請問你 我們的人際關係會不會更好 好 最後我要說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 對吧 我們明年1月 我們要訪問一個朋友 他今年74歲 他說他生下來到現在沒有看過一次醫生 沒有吃過一顆藥 很特別吧 我問他為什麼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 現在觀眾朋友 我要結束這個聚會以前 好不好 我跟你 來跟你一起做一個禱告 如果你也希望你的人生從黑白變彩色 從軟弱變剛強 像尾琪身上有許多的疾病 在人看 他是有相當多的一些殘缺 可是基於基督的信仰 他活得精彩 他活得發光發熱 各位朋友 你也可以 不管你的遭遇如何 請耶穌住在你的心裡 每天向他禱告 照著上帝的話 每天讀一段去做 明天會更好 要不要 要的話 跟我一起做禱告好嗎 我說一句 各位說一句 親愛的耶穌 謝謝你愛我 你是上帝的兒子 你是上帝給我們最棒的禮物 謝謝你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又從死裡復活 今天晚上我打開我的心 請你住在我的心裡 赦免我一切的罪 今天開始做我生命的導演 給我愛 喜樂 平安 智慧 能力 醫治 滿足 好 讓我的明天會更好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Amen 謝謝大家 願上帝赐福各位 有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謝謝